哈啰,我是建文老师 我们来看二元一次方程式解 比较特殊的一个题目 第一个是说,如果呢 1980X加上2500Y-4300等于0 那么我们要求的是198X加250Y-14300等于多少 那我想同学们在看到这一题的时候 其实可以暂停就直接自己去算 那当然百思不解的同学们就可以继续看下去 那其实我们在做数学的时候有个很重要的观念 就是说我们看到题目要学会做观察 所以我们要在观察数字 也就是说我们对数字的敏感度要够 第一个我们看,这边有1980 这边叫198X 在X这个位置数的系数这边差了10倍 那在Y的位置数这边呢 这边250 这边是2500 我们发现它多了10倍 我觉得原来的这个数字 这个是一个方程式 那他说减掉4300等于0 所以我就可以从这边就可以推论 直接我这边就可以推论 我把这个-4300 我们移到右边去 所以就可以知道 1980X 去加上2500Y 就会给4300 可是我们特别注意到 它题目问的这个都是少一个0 所以我们其实只要把这个黄色波浪的部分找出来就可以了 那黄色波浪的部分就在这边就可以找到 因为这边是198 这1980 这250 这2500 我们全部除以10就可以了 所以在这全部各项除以10的情况之下 它会变成198X 加上250Y 就会等于430 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黄色的波浪就等于430 所以这一题很简单 就会变成430 去减掉4300 一个很简单 国一上的题目 那通常在减这一题的时候呢 教老师还是希望同学们不要太依赖心算 心算常常会算错 或者说你的符号忘记写了 那在这边呢 我们还是希望既然是小的减大了 没关系我们还是大减小 但是待会我们会建议 在这边就先加一个符号 保险 减掉430 那减掉430这边减 0 这边减过来17 这边剩2 6加2就是8 这边剩3870 所以得-3870 我想就是这一题的答案 再来我们看第二题 如果5.04x-3.56y-600 求50.4x-35.6y-200的值 一样的道理 我们这边可以知道的是 一样做观察的情况之下 我们会发现 这里是5.04 这里是50.10 变10倍 跟这边有点异曲同工之妙 这边是减3.56 这边是减35.6 所以我们必须去创造这个式子 我只要抓到你就好了 抓到你 那抓到它很简单 这边乘以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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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抓到这个黄色波浪是6000的 所以我们很快就可以根据这个式子 根据原式 教育老师就在这里做一个详细的文字说明 就直接运用这样去做计算 让同学们快一点去做学习 那这边50.4x-35.6y 因为每一项都乘以10 这边就变6000 那因为这个东西叫6000 所以黄色波浪就叫6000 所以这边很清楚就可以知道 那我们这边要求的就是6000 去减掉200 那当然这个就很简单 就是5800 我想就是这一集的答案 希望同学们在这一集能够有所得 有所获 同学们加油